早安你好我是沈锦阳 欢迎您持续加入早上九点钟的整点新闻 首先来看到中国大陆日前发射长征五号B运载火箭 重达21吨的残骸失控偏离轨道 而根据美国五角大厦最新预测 重返大气的时间可能落在台湾时间 今天早上十点而影响台湾的几率不大 全球各地呢都有人拍下长征五号残骸高速划过天空的画面 现在看到的是由美国的密苏里州民众所拍下 而在日本也有民众是拍到了火箭残骸 出现在神奈川县品种式上空的画面 而残骸在台湾时间周日清晨五点半 已经经过了地中海的上方 美国国防部资助网站预测火箭可能在早上十点 在北大西洋进葡萄牙外海上空 重新进入大气层 不过预测的时间和路线随时可能修正 坠落地点呢更是难以预测 而专家认为落入海中的机会是比较高的 镜头转回国内 台中发生一起车祸 有一名66岁的阿沟 8号早上是载着10岁的孙子和65岁的赖姓妇人 到大坑山去爬山 结果回家路上 疑似因为路况不熟 转弯的时候撞上了护栏 翻落两公尺多的边坡 也造成副驾驶座的赖姓妇人脚骨折 而爷孙也受到了轻伤 两大一小全部都送一治疗 银色轿车转弯时直接冲向护栏 接着整辆车直落边坡 扬起大量烟尘 当时车上有两大一小 住在旁边的居民就是听到巨响 赶快跑出来帮忙救援 大家先协助副驾驶座女乘客脱困 将她从大约2.3公尺深的边坡 搬上来抬到民宅前庭 发现她脚骨折 赶紧打119送1 而66岁的曾姓驾驶 只有轻伤后座10岁的孙子 则是头上中了一个大包 车祸发生在台中北屯清水巷 靠近大坑2号步道 轿车衰落2.3公尺深的边坡 四轮朝天 根据了解曾姓爷爷 在8号早上接近11点多的时候 开车载着孙子 还有65岁的赖姓妇人去爬山 回家时经过弯道 却不慎自撞翻落边坡 因为路不慎手 曾然是有说因为不慎那个下坡 有稍微下坡路段 然后不慎失控自撞 并没有跟其他人车发生碰撞 爷孙俩一起去爬山 返家时却因为路况不熟 返车瞬间历经恐怖一瞬间 TVB新闻陈初贤将军 鲁维新台中报道 高雄市前议长许昆元的女儿 徐采真投入下一届的议员选举 母亲节前夕跑行程的时候 在地的领长热心帮忙 到一家兽医院询问说 希望对方能够提供停车位 没想到被拒绝了 而领长是等徐采真 拜访完之后立刻又回过头 朝着兽医大声咆哮 结果影片被po上了网 连带让徐采真的脸书被管爆 想暂停店家骑楼遭拒 下一秒来一男子转身到外面 把前高雄议长许昆元女儿 徐采真请来拜访 递上了康乃兴致意 但没想到徐采真前脚才刚走 这名来因男子开始暴走 男子越讲越大声 高分被潮受医师咆哮爆出口 医师不理他 男子还是不断破口大骂 甚至把领长扳出来 原来是名来因男子 是当地的领长 六号晚间九点多 陪同即将投入 2022高市议员选战的徐采真 在地方拜会 结果因为骑楼停车问题 让领长恼羞成怒 认为对方不给他面子 跟店家起争执 只是这丝吼供意外 把这把火烧到在场的徐采真 脸书被大批网友灌爆 好像有人去他的脸书留言吧 然后他就拿那个礼盒 来跟我私欠这样 是那个领长的问题 他也是满倒霉 想说稍微停一下 所以产生纠纷 双方并无愿意再请警方处理 收医院门口摆出禁止停车的告示 医师解释没有刻意针对谁 只是因为要做生意才会婉拒 没想到莫名挨骂 看到徐采真被出征 医师也替他解围 针对领长的冲动行为 不打算提告 但仍希望对方男亲自向他道歉 台中台南市有一名女博士 凌晨在四点多的时候 在公墓附近的自住洗车厂洗车 结果招到一名男子持刀 抢走他的皮包 幸好警方在四个小时之后 就把人给逮到了 交给徐晖主 所以透过画面你可以看到 男子边走路边整理衣服 显得有点慌张 他就是行墙女博士的嫌犯 凌晨四点多 一名女博士在公墓附近的自住洗车厂洗车 没想到竟然遭到48岁无业男子 亮刀行墙 要他把钱拿出来 女博士假装要拿钱 一度想躲到车子里 却被男子试破 拉扯中还摔伤了 最后抢匪抢走了他皮包内 5000多块现金 还有金融卡逃逸 警方调阅监视器追查 四个小时后把人逮到 皮包内的财务都还在 嫌犯说跟太太还有刚出生不久的婴儿 半年前从外地搬来台南定居 却找不到工作 又缺钱买奶粉 养不起老婆跟小孩才会铤而走险 得手之后把作案用的小刀沿路丢弃 警方将财务还给了女博士 对她独自一个人在坟墓旁洗车 感到难以自信 留学海外归国的她说 她不迷信 感觉人真的是比鬼还可怕 主播 有一辆货柜车在昨天下午三点多的时候 行进基隆的卖金路 过完的时候呢 一是重心不稳 擦撞到纽泽西护栏后 货柜是直接翻落到一旁的溪里 还擦点砸中两名路人 而警方是后调查 疑似是因为驾驶出发的时候 没有把插销确实擦紧才会发生 货柜车开到一半 后方货柜突然倾斜 下一秒整个车身偏移 擦撞纽泽西护栏后 扬起大量灰尘 货柜往右边的溪里掉 换个角度看 还有两名路人正走在人行道上 发现货柜翻了 拔腿狂奔 只差一点就被砸中 红色货柜掉在西床上 一箱箱货物掉了出来 飘在水面 8号下午三点多 这辆车行进基隆市迈进路时 发生货柜翻覆意外 在早个几分钟路过 恐怕就会被波及 但看看事故现场 马路上留着长长的刹车痕迹 铁栏杆大约有150公尺被撞毁 一部分还掉进溪里 因为车体庞大 情方也摆起三角锥管制交通 但怎么会开到一半 货柜突然掉落 上信驾驶表示 因为插销未确实 固定在货柜车的四周 导致货柜行进转弯出的时候偏离 幸好没有酿成任何人员伤亡 但这一番除了围栏维修费用要赔偿 货柜里的货物全泡水 恐怕之后还得面临求偿 TVBS新闻刘新奎 台南有一艘私人游艇 载着七个人从马来西亚回台 原来他们3月31号出发去大马 到昨天上午回到了台南安平的亚国码头 却又没有申请入港许可 再加上没有检疫 被困在船上没有办法下船 而七个人停泊了13个小时之后 机关署是赶紧派人前往现场 确认他们有没有发烧等染疫的症状 总算让他们上岸进行居家检疫 一艘四人游艇停靠在黑漆漆的码头 上面加上船长总共七人都被困在船上 原来他们3月31号出发去马来西亚 8号回到台南安平亚国码头 却因为没有申请入港许可 加上没有检疫 无法下船被困在船上 这是第一时间 他们被要求停在匡列区 也就是国际上岗 但那边属于1万顿级的博位 除了位置太高 人跨不上去也很危险 船上7人从马来西亚回程 在海上航行多达11天的时间 一抵达台卫的码头 就被海巡人员告知无法上岸 他们从8号早上7点多 就开始联系航港局跟相关部门 但市府却表示 假日没人上班 恐怕要等到礼拜一才能下船 在市府和相关部门跟机关署联系协调过后 立刻派人赶往现场 对他们一一量分体温 初步判断 七人的身体状况都没有异状 也总是让他们成功上岸 进行居家检疫 TV新闻综合报导 外交部协调让染疫的驻印度代表处同仁 搭乘医疗专机 在昨天晚上的六点半左右抵达国门 其实外交部呢 原定在月底有个直航的包机 吴钊燮也表示说 人数凑不足 但是应该还是可以回来的 但是驻印度代表处公告 因为航权以及机组员调派困难的关系 包机被迫取消 历经约十个小时 在由印度代表处 两位染疫同仁的医疗包机 晚上终于抵达桃园机场 由救护车直接送医 有些媒体说 这些染疫的外交部的这些同仁 尤其是重症的同仁回不来了 但是这个是一个错误的报道 我们的同仁已经在回家的路上了 吉利证明外交部有努力带回住处染疫同仁 这几天与医院和保险公司协调 最终拍板医疗专机七日由法国飞抵印度 八日一早从德里起飞 搭配一名印度医生陪同 傍晚返台 在两位患者 一个轻症 一个是重症 肺部静润超过百分之五十 据悉是我驻印度副代表 但原本预计要在五月底载运滞留印度台湾人返台的撤侨班机 在八号晚间临时喊咖 注印代表处发出通告 负责包机事务的旅行社告知 在疫情的影响下 三关航空公司机组人员调派困难 加上没有航权以及飞机机型等等的限制 必须取消月底的包机 不过会持续协助滞留印度台湾人 透过转机返国 另外鸿海证实 印度厂区有同仁染疫 已经安排隔离治疗 厂区完成环境消毒 仍维持营运状态 印度疫情变化 国内外紧盯 TVBS新闻综合报道 现在很多国家的确诊人数又开始上升 疫情看起来仍然没有尽头 而免疫学教授张南记点名 印度和巴西这两个国家 如果大规模感染 没有办法控制住 就会向野火燎原 烧向全世界 而冠状病毒之父 赖明昭也表示 在过去一年多 已经有100多种变种病毒 大部分都消失 但是剩下来的 还存在的变种病毒 就是更加强大的 传播力很强 新冠肺炎在不少国家 又有了新了一波确诊潮 导致疫情失控很大的主因 就是因为变种病毒 它的传播力和致死率都更高 成了人类很大的考验 印度第二波疫情已经杀不住车 医疗体系崩溃宛如 人间炼狱 美国密西根大学流行病学家 木可吉博士的团队开发一个预测模型 研判印度疫情将在5月中达到高峰期 每天可能新增80到100万确诊病例 死亡高峰落在两周后 5月底时可能一天有4500人死亡 免疫学权威张南记说 他最担忧病毒野火燎原 你看巴西非常严重 印度已经穿到第二位 印度有13亿人 然后他们现在是完全没有控制 这个疫情最严重的事情就是 如果你一直没有办法控制 很大量的感染的话 那这个病毒就有它的舞台 在细胞里面突变 它每次复制都有突变 一个细胞一个进去以后 它产生几千个几万个去感染下个细胞 你可以想象一个人有多少细胞 有1亿5000万人都有的话 这个病毒就有它的舞台去一直突变 所以我最忧愁是 如果不能够在全世界的国家 都把疫情压制的话 完全没有的话 那个这个新冠会跟我们很久 我们的免疫系统会追不上 免疫系统追不上疫苗就可能失效 张南记点名印度和巴西两个国家 国际一定要想办法协助 因为大规模感染 就像病毒的温床 给了他们变种的机会 中研院院士赖明照 并称为冠状病毒之父 他说冠状病毒会变异 是他的特性 但是 冠状病毒已经有一年多了 这一年当中其实有一百多种变种病毒 一百多种变种病毒 但是这些变种 大部分的变种病毒 它的并不能够防止得很好 这些变种病毒 大部分都自己就消失掉了 只有几个变种病毒 它的防止能力更强 它更容易感染细胞 像英国的变种病毒 像南非的变种病毒 巴西的变种病毒 这些变种病毒 都是它的毒性是比较强的 传播力是比较强的 杀不死你的让你更强大 也就是说存活到现在的变种病毒 是更加强悍 源自英国的变种病毒 已经被发现可以突破疫苗的保护 香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院长 世卫前助理总干事福田敬二就说 除非人类能够开发出 针对所有新冠病毒的普遍保护性疫苗 否则将会落在大自然和新的变种后面 而台湾这次华航诺富特群聚案 指挥中心公布一部分病毒基因定序结果 好几位个案都是感染英国变异株 相较其他病毒株 英国变异株的传播力增加50% 致死率增加60% 英国变异株他最次发现的时候 他以前在别的地方都没有发现过 但是他在一个病人身上 其实是在免疫的病人 有免疫力差的病人 他在这个身上 发现这个英国变异株 其实他有17个变化 17个基因的变化 17个基因变化 他以前别人都没有的 只有在这个人的身上 这个病人的身上 他长得非常好 结果他就变成很强的一个病毒株 就怕人类追不上病毒的变化 控制住大规模感染 疫苗研发是现在当务之急 赖民赵说 人和病毒的战争会一直持续 不会消失 和他共处也别放松 TVBS新闻科学者王毅杰 也看不到 黄航诺富特群聚事件 延烧至继已经三周了 而8号再新增两例确诊 分别是案1183和案1184 他们是一对夫妇 而1183是黄航机师的教官 曾经在4月28号 模拟飞行训练的时候 和案1153来接触 同一个模拟舱内 还有一个教官和学员 目前也改列居家隔离 两例是同住的家人 黄航机师在报确诊 连同妻子双双染疫 案1183机师50多岁 4月19号到22号期间 曾知情越南泰国 24号机师专案采检 核酸抗体兜音信 28号担任案1153机师的 模拟飞行教官 5月4号出现症状 但潜伏期曾在国外 感染源带离亲 而妻子1184也在机师 确诊后被采检 CT值23接触者 调查中 泰国那一段 可能性相对是很低 非常近距离的一个接触 而且这个飞行训练的时间 通常都是至少一个小时 彼此都有戴口罩 可是还是不能排除说 会不会在这个 狭小的密闭的空间里面 有相互传染的可能性 看看模拟舱内密闭空间 学员教官彼此位置近 共处至少一小时 学会中心也表示 当时模拟期训练 还包含另外一位学员和教官 共计4人 但怎么当初按1153 5月1号发病时 没被狂烈 证明狂烈在1153的可感染期 前面一个钟头被感染到的 所以在里面 我们那时候是有 去check他是有做过疫调 然后最后就 决定他在前面时间 因为是有检验阴性的报告 所以列为观察人名单 陈时中解释 按1153发病日往前推两天 为可传染期 刚好模拟训练是在28号 晚上的11点结束 差一小时 目前模拟舱内4人 已有两人确诊 原本列自主监测的 全改居家隔离 而这位飞行教官 28号接触1153之后 29号打AZ疫苗染疫 陈时中回应 可能是先感染再确诊 至于是不是1153机师 接触后感染得看基因定序 华航案目前累计31人确诊 诺富特违规混住 长达211天 一位陶氏府逐日计罚 处以126万6千元罚还 以警校友 请微信文综合报道 机师的太太 案1184 目前调查的足迹也曝光了 她在5月5号 曾经去过内湖的 富邦银行分行办事 停留大约20分钟 尽管有戴口罩 但是附近的居民 还是很担心 尤其附近店家 一听到消息 是赶紧把店里消毒一遍 而富邦银行也回应了 8号早上已经彻底消毒 柜台也加装了隔板 而分行的员工和同住家人 公司会出钱 通通来进行裁剑 嘉义县东石沿岸 在7号早上 是刮起了一阵强阵风 把庙前的广场摊贩 吹得东倒西歪 遮阳伞倒了 货品也被吹落 把募集民众还有摊贩都吓坏了 连线给记者 徐慧珠 去了嘉义东石沿海的先天工 庙前广场 7号一早7点多 突然间刮起了一阵怪风 把摊贩的遮阳伞吹得东倒西歪 甚至连货架 衣服等货品 全都吹得乱七八糟 掉落整个路面 一旁还有机车也被吹倒了 摊贩一个个吓坏了 今天就要让台湾这样手手 10分 10分钟就对了 10分钟就对了 他那算是摊贩很烫的 好像都减风 摊贩都抬起来 三个 乡家后不可以嘛 三个都抬起来 摊贩很烫 对 真凶 庙前广场有二三十摊 贩卖肉类及蔬果的 检疫市场 谈判说当时有十几摊被吹倒 民众尖叫声四起 这强风大约维持了 十分钟左右才停止 真的很吓人 有人干脆是提前收摊不摆了 还好突如其来的强风吹袭 并没有造成人员受伤 主播 中南部这半年来 降雨不明显 着水溪流雨 也因为缺水出现干枯 甚至断流的景象 由于着水溪的上流 自然流量越变越少 严重威胁到云林 还有彰化等地的供水状况 现在水力单位正积极研发 开发河床底下的浮流水 希望或动或少 可以解决燃眉之急 开车进入着水溪高摊地 位于西罗大桥下游的河床 已经严重干涸 水覆盖的蓄水磁坛 那它面积大概有七十几公顷 但是因为遇到这个百年罕见的干旱 目前就是浮面就缩小得很小 着水溪出现百年来罕见的断流现象 像是我们现在所在的土蹄 在过去七八月风水 其实基本上都是淹没在水面之下 不过从现场的情况看起来 干涸的确相当严重 台湾最长的河川被誉为母亲之河 竟出现百年来罕见断流景象 往年枯水期一来 河滩地裸露 东北季风掀起阳城 得用水塘覆盖才能抑制 去年底才堆齐的土蹄内侧 水覆盖面积越来越小 就怕飞沙走时又让周边居民饱受困扰 水在退的时候 我们就搭配我们的无人空拍的 这个植保机去喷洒草种 那形成一个绿腹盖 那现在虽然没有水 但是因为也长出草来了 那就会也达到抑制阳城的一个 原来的功效 着水溪地表水注入集集兰河宴 搭配湖山水库联合调度 是大云林地区供水主要来源 不过当源头水量下滑 河床下方的浮流水 扮演重要角色 五早抽水马达轰隆隆启动 想抽浮流水可不是一次就能成功 一骑到座即将抽碎 正是用水高峰期 不过近期传出 云林部分乡镇 地下水层严重降低 灌溉水层捐滴细流 让农民很心急 除水溪下游仰赖抽水灌溉农地 五分地至少得抽六个钟头 才能维持稻作生长 农民明显发觉 随着汉象日趋恶化 水井抽取量的确不如以往 浮流水除了可当农业用水 民生工业用水 也仰赖浮流水救急 浮流水集水井才刚完工 一层又一层往下爬 TVBS独家镜头 带您渗入地底21米一探就近 浮流水水值清澈见底 未来风水期间 单日供水最高上看三万吨 通过水值检验 靠抽水机送进输水管 再汇入送水管网 对云林的用水不小补 截至5月5号为止 为云林嘉义彰化供水的湖山水库 蓄水量只剩1758万吨 有效蓄水率跌破35% 气象局预告 周末还有一波封面来袭 既往山区午后阵雨 能为中部节节渴 TVBS新闻 罗氏鹏代员李云林采访报道 暖心的故事来看到 云林四湖的陆厂村 有一个三岁的正小妹妹 她住在猪舍改建的家 屋林50多年大雨会漏水 还怕房屋倒塌 用几根木棍充当柱子 她画了一张图呢 希望可以有大大的房子 感动了慈善团体 将为她盖新家 联系给记者罗一行 好 主播这位小妹妹呢 拿起画笔 非常专注的眼神呢 她到底在画什么呢 其实呢 她正在勾勒出 心中最想要的梦想 就是一个家 第一 这个是小朋友想要的房子 对 她有新家 这个是她要的大树 可以遮量 年纪还小的她呢 只能用几笔简单的线条呢 描绘出她心中温暖家的模样 而其实呢 这位住在云林四湖乡的三岁女童呢 一直和爸爸妈妈呢 住在猪舍改建的家 而且屋林呢 已经50多年 屋况呢 实在非常危险 前面有血的这个区块 那边就塌下去了 那边就塌下去了 里面是用那个棍子 比较长的去支撑的 加上了一家人 还要靠爸爸月龄2万的工资 根本没有办法改变现况 就有台湾希望义工团呢 知道了之后 决定呢 要帮她圆梦打造一个新家 5月1号呢 就已经开始动工来整地 70万的建造费用呢 由热心的民众全数负担 甚至呢 也有非常多的人呢 得失之后呢 想要捐家电啊 或者是物资 不过小妹妹的奶奶也说呢 其实物资都已经够了 如果说还有其他人捐出来 就给他们希望义工团去处理 然后留给下一团的 有需要的人用 我们够用就好 一家图的故事呢 显现出了一个小小心灵的 最大愿望 也期待呢 有了家之后 一家人呢 能够平安快乐的生活下去 以上直播 请订阅按赞 分享TVBS新闻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也请下载TVBS新闻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